有人溺水失蹤 救難人員出動 攀著繩索進入水潭 23號中午12點多 消防人員接獲了通報 遊客溺水 看來平靜無波的水潭 完全找不到失蹤者 最後在水潭底發現他 男子貪圓無力 被救起來的時候 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感到現場的親友好著急 看另外一名朋友 當我連假到南華區千層岩瀑布玩水 沒有想到出了意外 從落水道被發現 整整三個小時 台南千層岩瀑布 位在南華山區 清澈的溪水 大約十公尺高的瀑布 加上特殊地形 過去有不少人到這邊 來體驗天然滑水道 加上從停車場上來 只要花20分鐘 是在地的隱藏秘境 七十九年次的成姓男子 家住靠海的將軍雪假 利用假期到了山區來出遊 溪水三小時被找到 也讓親友相當悲痛 三天新聞王少爺俊榮 台南報導 !